请问上师 成佛以后也会有果报吗? 成佛以后是不会有果报的 刚才我们也就提到过 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果报 它实际上它不是真实的守果报 佛是告诉大家 这个因果是很严重的 就是让大家知道因果是非常严重 佛说我也就今天受到一点影响了 如果我没有称佛的话 那我也今天也就会被这个屠杀 这是让大家明白这个因果的严重性 实际上成了佛以后就不会守因果的这个限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